最近感冒的人相当多 流感疫情连续六个星期攀升 上周还新增了七例的流感死亡个案 机关署预估这波疫情 十一月初会加速升温 明年一月中旬达到高峰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前往施打疫苗 而另外登革日疫情也持续的拉紧报 全台上星期新增了两千五百多例个案 创今年单周新高 登革日疫情持续拉紧报 上周全台新增两千五百四十二例 登革日本土病例 创今年以来单周新高记录 并在天五例登革日死亡个案 都是在台南 年龄介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都具有潜在慢性疾病 其中最年轻死亡个案为二十多岁女性 九月中旬发病 隔天一时不清送一急救 最后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不致死亡 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十天 而这也是今年最年轻登革日死亡病例 治疗过程中又开始陆续出现 这个血脚板下降 那这个拧血功能的异常 那除此之外 这个肝肾功能又受到影响 不只登革日流感疫情也持续升温 上周门急诊 类流感就诊 达十一点一万多人次 已经连续六周上升 流感群聚通报有七十二件 并新增七例流感死亡个案 皆为六十岁以上长者 值得注意的是 四十一例流感病发重症当中 年纪最小是六岁南部女童 索性经过治疗后 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入一般病房 仍在住院中 警察发现他是有并发肺炎 跟这个急性脑病变的状况 那入住加护病房之后 那不过他的这个病况控制的不错 那症状也改善 机关署提醒这波流感疫情 预估十一月初会加速升温 在明年一月中旬达到最高峰 而公废流感疫苗开打第一天 有二十三万人接种 第二阶段则是从十一月一号起 开放五十到六十四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之成人 接种公废流感疫苗